一個是我的兄弟 一個是我要結婚的對手 兩個都是我最愛的人 那兩個還可以找到到底 一樣是窟窿 剛剛我等一下再大話一聲 姐夫 還要來一個小姨子的擁抱 好啦 你還可以跟你的未來幾乎說一種話 你就是跟他提供小平 我就抓你去落油鍋 小萱 嗨 你怎麼會穿成這樣 我投你一個驚喜啊 我是專家回來了 並肩作戰耶 那怎麼可以有八月的路邊 一直給你欺負 我快告訴你喔 你心情靠小孩我們這家家裡 你就嚇壞 給他吃夠不夠 我現在在耶 你就是感覺對他不好 我爸爸看得很快可以在你 不行 你再試試看 真的是像是老婆小的 你等我六度好 好好補你吃 還要一天告訴我我的麻煩 喂 你什麼意思 喂 好啦 我真的很想念 我也是 喂 不過 你怎麼會叫做是鬼 我一直跳過去要叫做這樣 我才沒這麼無聊 是因為我早 都已經完成我的隔離程序 我朋友辦一個變裝派對 聽我這麼風 你有沒有看過 這麼漂亮的鬼 我還要去拍照 不要穿到這樣 不然我真的會被人嚇壞 你這樣說剛好 不如我就把東西弄成這樣 就去逛街一個 拜那個孤瀾圓的路邊 我現在我有自己的事要去玩 我才不會去找 看獨家的獨山對你的抵達 沒有 我看你台北腳踏 讓我聽起來都這麼不快樂 你真的對這段感情很不安全感 沒辦法 這段感情不是我的手 我有這樣的感覺也是很想的 我去玩雙春遊戲 這是什麼 這是我今天拍攝的人 看你玩得這麼開心 真的像小孩一樣 什麼小孩 我剛才怎麼說 現在也算是一個親手女 我好是女神神病 怎麼有人說自己是神神病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愛人 你這麼年輕拿去幫忙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像你這樣 你真的跟葉智誠 跟他還要買我 現在說要放就放 一點兒流亂都沒有 不是目前的人 可以做得到 我也不是真的一點兒都沒有流亂 你當初我也很不敢玩 有意思說我王亞會那個女兒 不過你不是說 那都過去了嗎 那是因為 好不容易跟我最好的閨蜜 做的開工 我不太想通 你的閨蜜 是誰 你不認識她 不過她是一個很趣的人 雖然說家庭很普通 不過她的生活 過了比我更精彩 我現在要對她好好學 絕對不可以輸她 還沒有 好 陳恩 你怎麼會來 你是不是有去找個家庭 我沒有 你說不會差 把你的娃娃收回去 你老公還在這兒大小子 你就死定了 好 你兩個別再害怕 一個是我的兄弟 一個是我要結婚的對象 兩個都是我最愛的人 你們兩個怎麼可以 找到家庭 她又不是庫隆 剛剛我再要再大話一聲 姐夫 怎麼來一個小姨子的擁抱 好 你怎麼可以 不要跟你的未來幾乎 說這種話